北京时间9月11日凌晨 葡萄牙首次在正式比赛中击败意大利 葡萄牙队打破了尘锋61年的记录 2017年加盟AC米兰的席尔瓦 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中 并未交上一个令人满意的打卷 为米兰征战的24场中进入两球 这也并未影响他入选葡萄牙队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大名单 世界杯结束后 席尔瓦正式租借加盟西甲赛维利亚 加盟西甲后 C罗杰班人在西甲首秀中 即上演了帽子戏法 一战超越了上赛季连赛进球术 也成为21世纪第一位 在西甲除紫秀戴帽的球员 伊比利亚半岛从不缺少天才与奇迹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 状态复苏的C罗杰班人 会像自己的前辈一样 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中 拥有更多精彩的表现 葡萄牙的未来 看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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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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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